988新聞線 我們新年回來還是可以繼續的 但是這段期間988真的是北上南下 我們就是一直在很努力的去見聽眾朋友 希望把這個歡樂可以帶給大家的 當然我們來臨的周末就是當然要去 我們現在就處於中部 這個周末出席的地方 18號我們就是要在EON 2點鐘在EON哥蹦 然後晚上7點鐘在Soulway Velocity 要跟KL的朋友見面了 所以一定要去到現場喔 在馬來西亞多冠之後遇上車禍 桃田賢斗鼻鼓斷裂 那司機是當場避命的 吸毒狂歡擾民 警方上門抓人經線周議員和高官的助理喔 穆丁說土團龍西議員阿希夫被逮捕 由警方處理不插手 這一位阿希夫呢 他一開始是否認他在現場 但是後來就改口說 哎呀我在一個錯誤的時間 出現在一個錯誤的地點啊 所以是誰的錯是錯誤的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事件啊 因為這個西蒙執政不到兩年 今天就傳出 雪州有一名州議員呢 跟幾名的部長特別官 在一間公寓舉行私人派對射讀 是有一共17個人被逮捕 這個是最初在這個社交媒體傳出來的消息 當然當中有一些東西是不確實 後來是有被證實的 但是這個消息最初是這樣子 就講到說裡面是有一名雪州的州議員 被逮捕的還包括了內政部的特別官員 清體部的特別官員等等非常的誇張 那消息人士還說警方是在巡邏的時候 就接禍有人投訴 哎呀有一般人是在擾民太吵了 結果他們就去到這個現場去探視 最後是逮捕了17個人 包括了6名女子 而在他們身上是搜出了毒品 那根據了解呢 這些人是會被逮捕三天調查 那剛剛說過的這些人呢 包括其中有兩名的部長特別官員啦 幾名的企業家啦 還有六名的婦女等等 那在事後呢 剛剛我們說的這個是在網絡上傳出最初的版本嘛 而事情爆發之後 內政部長兼土團黨的主席慕尤丁 他很快就證實 昨天凌晨被警方突擊行動 逮捕的就是龍西州議員阿希夫 慕尤丁在這個文告中就強調這一次逮捕之後呢 他將會交由警方全權來調查這起案件 他本人是不會插手的 一切都必須要根據法律程序來行事 那另外慕尤丁也澄清網絡上 剛剛我們說最初的版本 有留到說請中一個官員是不是來自內政部的呢 他就說 就是這個 關於他的內政部特別官員被逮捕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那一名被逮捕的其實只是一名總部黨工 OK那繼續看這件事情 因為全國警察總長阿杜哈密 他就在下午的時候證實 警方確實在今天凌晨大約4點40分的時候接獲投報 那之後呢 警方就前往一個位於浦種路的一間公寓展開突擊檢查 但是他拒絕透露被逮捕的人的身份到底是誰 他就說到在這次的行動當中啊 警方總共是逮捕了11名男子還有6名的女子 包括了一名外籍女子 所以總共是17個人 跟之前傳出的消息是一致的 那警方也在這個公寓中起貨了多樣的毒品 還有這個賭博的籌碼 初步調查顯示說 除了一名男子之外呢 其餘的16個人他們的毒品檢驗都是呈陽性反應的 那其實較早之前呢 雪州土團黨主席阿杜拉西就已經坦承 在他們黨內有一名州議員 今天凌晨在朋友的一個場所的時候被警方逮捕 但是他們有提到這個議員落網的這個確實地點是哪裡 還有透露呢 黨最高領導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因此呢 就交由執法當局展開詳細的調查 所以後來呢就看到了我們剛剛已經說過慕尤丁公佈了被逮捕的這個州議員就是阿希夫 OK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非常有趣的就是啊 這起事件爆發的最初呢 這個阿希夫他是博弛說 他說我自己沒有吸毒沒有被逮捕這樣的一個傳聞 他說這些都是假的 不知道這個傳聞從哪裡來 那他呢其實也是雪州土團黨青年團的團長 他今天接受當今大麻的詢問時就表示啊 昨天晚上龍他就在龍西跟這個雪州的土團黨領袖開會之後就直接回家去休息了 阿希夫就指控這項傳言是有人要試圖破壞今年即將舉行的土團黨黨選 還說他會儘快去報警 只不過剛剛不是講說慕尤丁已經爆料了嗎 就說這個被逮捕的人就是阿希夫 那就在慕尤丁爆料之後阿希夫瞬間的改口就說我只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 身在一個錯誤的地點 而且我是沒有被逮捕的只是協助警方調查而已 他今天是在他的住家接受Hara Metro的訪問的時候就承認呢 他確實是有在警方某一次突擊檢查的案發現場 不過呢他就喊冤說我當時只是為了要討論事情 他還說呢不能夠進一步評論這個課題 因為呢這個課題已經在被調查當中 那他呢也已經被勸告不可以評論 不過呢他有一件事情要強調的 他說他是跟真相站在一起的 OK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這一次就因為吸毒被逮捕一共有17個人嘛 剛剛有講到除了阿希夫之外 還傳出是有清體部一名特別官員呢是被逮捕的 對此清體部長賽莎迪表明說 這一名特別官員現在其實已經被停职的 一直是停职直到這個調查結果出爐的 這個工作完成為止 他說到在這一起事件上面呢是交給執法人員進行調查 不管擔任任何的職務也不管你這個人是什麼地位 在馬來西亞你都需要受到這個法律的約束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的 那剛剛我們也看到其實敦馬也有針對這起事件 有說了一些話 他說呢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犯罪而免於這個法律制裁 包括他本人也是一樣的 那在做任何的決定之前都必須要等待完整的訊息 當然我們也必須要相信法治 OK那另外一方面看到公卿團證實 因為稀途而被逮捕的是七個人當中 也包括了公卿團的中委阿科馬西山 那公卿團紀律局的主席拉維德蘭 今天發表文告說他們是很認真看待這起事件 並且會在等到警方就是發表一個媒體的聲明之後呢 就是去研究一下這個阿科馬西山 是不是抵觸他們黨員的行為守則啊 黨章啊還有這些任何條文等等的這些條例 看是有沒有違規這樣子啦 那話說這批政界人士集體吸毒 為什麼會突然的遇上警方去突擊檢查呢 那根據報道這場派對 它是一直進行到凌晨四點多 但是因為呢這個派對的音量實在是太大了 就騷擾到了附近的公寓居民 那這些居民都被吵到無法入睡的情況之下 所以就報警了 那八達林警局在接獲投報之後呢 就有局長率領有關 就是到這個公寓那邊去展開調查 發現說欸這個聲音不是從公寓那邊傳出來的 而是附近的一家這個運動級休閒中心 那警方到這個中心展開搜查之後就發現呢 欸這個中心的環境整個很昏暗 而且看到幾名男女呢 受到毒品跟音樂的影響之下 他們的整個情緒是非常亢奮的 然後直接躺在這個沙發上 那警方隨後就出示證件 就證明說啊我是警方這樣子在場的人 你們就要交出這個偽禁品 那有幾個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情況下 直接把身上所有的毒品就交交交交交交出來了 那警方就證實可能看到那個證件上面 有人是政治人物 也大吃了一驚 不過這些呢其實都是所謂的那種路邊社 就是有一些消息透露出來的啦 不過警方今天的這個記者會上面 透露的其實沒有那麼的詳細 看一下之後調查結果出爐 再看一下這個詳細的情況是怎樣 當然呢這個時候啊我們的抽水王 也就是前首相納吉 這時候又出來抽水了 他在網上就是他的Facebook那邊 就是短短寫了兩句話 他就寫這樣子 意思就是 最後呢看到西蒙中有一個事情是Positive的啦 就是正念的 對那Positive的東西是什麼呢 他說Positive Vote呢就要問你 內政部長已經證實有 土團黨的州議員以及高官助理 吸毒拒毒被逮捕 那你認為應該先做的是什麼呢 OK有兩個選項 如果你覺得應該先讓警方去調查 政黨先完全不要插手 你可以點選WOW 那如果你覺得說應該要停止這些人的職務和凍結黨籍的話呢 就可以點選SET這個選項 兩個選項歡迎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那邊投選 那在下一段回來呢我們要跟你跟進幾項課題 第一個呢就是包括了這個找一單元的這個課題 第二個呢就是你知道這個雨潭的一個就是全球的這個一個 沒錯淘添賢斗他今天凌晨呢在馬來西亞就是剛剛打完大師賽 然後要準備回國的時候呢遇上了一起嚴重的車禍 他是沒有事情但是他的司機是當場避命的 那第三個課題呢就是我覺得這個週末你可能on and off 你聽到大家都相當關注的就是有一名25歲的馬來西亞籍女子 在台灣遇害了就是被分尸殺害 那下一段就會回來跟你一一跟進的 988新聞線 988新聞線讓你緊貼時事不斷線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Cindia欣睿 那就在教育部發布了2020年四年級 找一字介紹執行指南之後呢 也要求了校方還有這個嘉賢那一邊 在新的學年分發問卷調查 就是給四年級的學生家長就簽名看下 是不是要統一落實這個找一單元呢 那現在呢在吉打還有馬六甲其實有三間滑角 包括了弗洛交儀的這個明南滑角 馬康辛中滑角 還有這個馬六甲亞羅亞野縣的亞利平民滑角呢 其實他們多數四年級的學生家長都已經同意 要落實這個找一單元了 那根據老姐其實這三所學校的四年級 華裔學省人數呢都只是占少數 雖然說他們是華小啊 但甚至是還有一些是全數四年級的學省 都是非華裔的一個情況 那就在這三所的華小都同意落實找一文字單元之後呢 大馬華文理事會主席王洪才就形容 以家長投票來決定教育政策其實已經被這個維護華小本質呢 打開了一個缺口 他就說華教組織一開始就反對 以詢問家長並且簡單多數 作為推行找一文字學習的一個決定的方式 但是國內呢許多華小的這個學省的架構呢 都開始出現了非華裔學省 多過華裔學省的一個情況 但是他認為既然這些非華裔的家長 選擇讓小孩去就讀華小的話 那就要接受原本華小的一個教育制度跟體制 就不能夠改變或是影響原本它的本質嘛 OK那看到王洪才呢他也透露說 華裔會之後就會連同其他的組織向教育部發聲 同時呢也會積極的跟馬來組織去會面 從教育的角度讓對方去了解啊 他們並不需要反對找一文 而是不同意教育部推動這個找一文的模式 那這就是這個找一單元現在最新的一個進展了哈 另外我們要換個焦點來關注一下 因為日本羽球續界一哥陶田賢斗 昨天呢才剛剛在2020年馬來西亞的這個羽球大師賽那邊奪冠 結果凌晨就跟另外三個人一起就是乘搭這個車 去到這個KLIA的機場的期間 這個途中發生了很嚴重的車禍啊 以至於四個人都送去醫院接受治療 而至於負責駕駛的這個24歲本地的印第司機 是當場死亡的 其實我昨天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才看到他跟安塞隆就是得獎的那個照片 是 結果早上起來就看到了這一則新聞 那看到了雪州小整局行動組主任就表示 最起意外呢是於今天凌晨5點30分 在MAX大道通晚布城的方向發生的 而車上的四人除了陶田賢斗之外呢 就還有這個日本的助理教練平山優 日本的物理治療師三浦森本 以及英國籍的世界羽連職員 這三個人也是在車上他們也是有受傷 而在接受治療之後呢 布城醫院院長就透露 車上的四名傷者目前情況已經穩定 那由於發生車禍碰撞的時候呢 這個衝擊力很大 那四名傷者的背部都是有受傷的 而早前報道也指出陶田賢斗的臉部受傷 他的鼻骨斷裂 嘴唇也有縫針呢 幸好他的手腳是沒有受傷 大家也在關注這一點 畢竟他是個球員 手對他手腳對他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這樣子看起來他臉部受的傷 其實好像也不輕 那看到日本國家羽球隊總教練 朴柱鳳呢 他現在也是在這個布城的醫院那邊陪著陶田賢斗的 他就告訴媒體說 暫時還不確定陶田賢斗 是需要留院觀察多久 也不知道是不是會影響啊 接下來的這個比賽 這樣子真的是希望說他可以快一點好回 尤其是奧運級想要到來了 日本東京的奧運級想要來到 所以大家也特別來關注這一點 那在發生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國的宇宙全企李宗伟 他今天下午也親自到醫院 去探望這一名他的昔日勁敵 並且呢就呼籲全球的球迷 一起來為陶田賢斗獻上祝福 希望他可以早日的重新回到球場上 是啊就是李宗伟最後一場比賽是跟他打的嘛 OK那看到大馬輕體部長赛刷迪 他也說到啊相信陶田賢斗呢 會就是有一個戰鬥的精神去勇敢的 去面對這次挑戰 那同時馬來西亞政府也會確保他得到一個最好的治療 那這就是陶田賢斗的這一個情況了 就大家都希望說 我看到在Facebook這裡也是有朋友 好多朋友跟他說 希望他早日康復 接下來呢 帶你關注一則一則 就是跟馬來西亞有關的 算是國際新聞吧 因為這個是發生在台灣那一邊 但是涉及的是我國的一名女子 因為這個事件就是日前在台北啊 他被遇害肢解的馬來西亞25歲 鄧姓女子呢 已經證實是來自霹雳州華都雅野的鄧永恩 他是在2014年的時候就是前往台灣那邊深造 畢業之後就一直在台北那邊從事餐飲業啊 但是這個永恩他一直到1月6號的時候 就是上個星期一 離開住所去上班之後就失蹤 下落不明 警方後來就是接獲了投報 然後就展開追查 一直到11號的時候 台灣大選投票日當天 大家就是一直在關注台灣大選的成績的時候 當地警方在基隆山區 發現了死者的這個肢解的這個石塊 是裝在紙箱裡面的 那鄧永恩生前呢 他是跟表哥還有幾名的租客一起 就租在台北那邊的萬華區的房子 就是一起合租的 而警方深入追查之後就發現 其中一名租客 也就是45歲的這個男子林國平 幾乎也是在同一時間失蹤的 那警方就發現到說 他這個林國平啊 他有多起的盜竊前科 日前才剛剛刑滿出獄 那由於這名男子在案發之前 曾經向鄧永恩搭訕 所以就案發之後呢 這個男子的房間也傳出很濃的一個殺蟲劑啊 還有這個松香水的味道 所以警方認為 這個案情恐怕是不單純的 因此也把他列入這個關鍵的嫌疑人 那其實警方找了他很久之後 終於找到他 在面對警方的這個訊問的時候呢 林國平的表現又很淡定 然後談吐又很自然 警方也找不到什麼的疑點 所以就那個時候就讓他離開警局 結果呢 當天下午警方就發現 他其實就租車去運濕了 後來警方在追蹤他所租用的 這輛車的GPS的定位記錄呢 才在這個基隆山區 找到了鄧永恩被肢解的遺體 那沒想到在食貨遺體的隔一天 也就是在昨天呢 林國平就被發現 在他的住家內燒炭身亡 讓辦案人員很不急的地方 就是他大費周章的 又欺食啦 滅政啦 看似要逃亡保命 但最後呢 他又輕生了 OK 無論如何為了追查這個 整個案件的始末 警方其實已經進入了 男子的住處那邊 去搜集一些證據啊 去還原 確認這個案 命案發生的時候 第一現場到底是在哪裡 同學安排最近前往這個 病遺館解剖 被害人的遺體 並調查死者生前 是不是有被下藥 或是有沒有被凌辱 這樣子 那至於這一個男子 就是林國平他的行凶動機 是求愛不遂 還是截殺呢 其實還有帶警方 進一步的去調查 才可以理清的 那另外死者的家屬呢 今天早上就已經 飛往台灣 要處理他的身後事 而他的父親鄧熙發 他就透露呢 女兒在出事的一個星期之前 其實還有跟家人聯繫 但是沒想到呢 那已經是他的 最後一通電話了 OK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現在部 今天問的問題是啥呢 今天的問題就是 內政部長已經證實 有土團黨的周議員 還有這個高官助理呢 吸毒聚毒 結果被逮捕 其實你認為啊 就是最先 最先應該做的是哪一樣呢 就是有兩個步驟 來請欣蕊跟我們公布一下成績 今天呢 有百分之五十六的朋友啊 是認為應該要先讓警方 去調查政黨 在這個時候不應該插手 還有百分之四十四的朋友呢 就認為說 這些涉及的人呢 應該要停止他們的職務 以及凍結黨籍 其實還蠻平均的 對對對 有一部分的人是覺得說 應該直接凍結 一部分的人說 那就先 然後就讓警方那邊去調查 沒錯 我們看看留言的部分呢 Peter Koo就說呢 官員吸毒的話 應該要先停止調查吧 OK看到 政要說 當然是先讓警方去調查 各方要有耐心 要等待警方調查結果 不要隨便的去猜測還有指責 文案就認為說 知法犯法最佳一等 OK那看到說 Alex T就說 要拿出警方的權利 希望不要有特別對待 希望就是一事同仁 好像對待普通的平民百姓這樣子 那政要就認為說 不要隨便的猜測跟指責 OK那今天 大家投票的人其實還挺多的 當然也歡迎繼續去到 我們988的這一個 官方Facebook那邊 在這個鐵機下面 去留言討論一下整個事件 不過到現在為止 因為畢竟當事人 他也拒絕去評論 警方他透露的其實也不是太多 所以我們就先等待 警方最後的調查結果是怎樣 才看一下整個局勢是 會如何發展吧 沒錯我們最後 當然也要跟大家 再說一說我們這個星期的 這個星年拖拉 希望大家可以來到現場 跟我們一起參與 現在星期六 沒錯因為這也是 這個星期六的這兩場 也是我們這一次 星年拖的最後兩場 Finale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到現場 下午兩點鐘 在Eon Capone 而晚上七點鐘 在Sunway Philosophy 好約定你囉 我是湘君 我是金仔欣蕊 我們明天新聞線繼續聊新聞 我請問 我請問 我請問